我是伯伯 这一期我想和大家说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因为实际上写这一期内容的时候是在十一写的 但是十一我自己也偷懒了 大家广告带孩子了 所以就没把这期播出来 其实我是想借着十一这个机会 大家都轻松的时候 我们说一些比较轻松愉快的话题 聊聊欠世的职业规划问题 尤其是大厂的顶级思维问题 就是我们在职业规划上 尤其是在冲刺大厂和大厂的未来的长远规划上 有一些思维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们这期呢 透过互联网职业规划的思维 去看嵌入式的职业规划 其实在嵌入式的高端局中 互联网和嵌入式的职业规划思维是有相通性的 那当然了 咱是帝都的一线打工人 能力不高 水平有限 别来个高管在我下面留言 说你不入流 你还谈上了高端话题了 你还谈上职业规划 谈上顶级思维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不过我相信 我这一期的内容 一定会对很多高学历的同学 职业规划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坚信这一点 那这期呢是闲聊 内容会比较长 大家给我心里准备 那我先说一下背景啊 就是我和我媳妇啊 是典型的北漂双职工家庭 我是嵌入式程序员 我媳妇是美术设计 十几年前呢 GDP8%以上的那个大北漂年代 大北漂时代 那这个组合呢 程序员设计是一个被津津乐道的组合啊 一个在海淀 一个在朝阳 我是10年入行 我媳妇是13年入行 我们完全经历了北漂最辉煌 曝光率最高的十年 当时的时代大浪潮啊 很多北漂来帝都建设一个新宗的乌托邦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帝都是不存在的 帝都是很多带着梦想 带着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帝都 然后来建造出来的啊 那同时呢 也实现了很多人的淘金理想 那个时候就是电视里亚呢 网上热议的都是我们这些北漂淘金者啊 同时也很庆幸啊 在十几年的不断筛选择 我们依然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 活跃在第一题堆里 没有被调队啊 那其实我的签诱式职业规划 和对签诱式职业规划的理解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老爸 也得益于我们俩这十多年来 在帝都摸爬滚打中 不断的总结和梳理 我俩虽然是各干各的 但是也经常会彼此交流 在职业规划方面 在选择方面 我是不如他的 但是三人行比我失 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 我听人劝啊 听人劝吃饱饭 并且我自认为 我还有一定的思辨能力 那再做总结这块呢 我觉得我媳妇不如我 可能是因为我也比较爱BB啊 所以呢更喜欢做阶段性总结 这也可能是我愿意指导大家 并且指导他不错的一个优势啊 他是实干派 他不BB啊 他只拿成绩说话啊 但是当他BB的时候 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 他是做设计的 这些年呢一直在大厂工作 他的职业规划思维逻辑啊 是非常清晰的啊 早年间他跟我说职业规划的时候呢 那时候都还是比较年轻 各有各的想法 我还会觉得有些 羞飘 互联网嘛 说东西总是云山雾绕的 是吧 不像我们亲爱的事 那么踏实 那么接地气 不过呢就像陈丹青说的啊 人家装逼是吧 人家喜欢装逼 但是装成了 那你不服就不行 对不对 这个不服高人有罪啊 对不对 那我个人呢是把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归结成文科生和理工科生的一个本质区别 就是他们想问题 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 那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大环境下 在帝都目前岗位稀缺 人才又过度饱和的求职环境中 他作为已婚妈妈级大龄女性 依然在大厂里是第一题对的资深设计 并且经常被猎头找 被猎头挖 那大家如果身处在互联网行业 看到我说的这些标签 什么已婚啊 妈妈级啊 大龄啊 女性啊 大家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大环境下的帝都啊 这些对女性不友好的标签 对于一个女性的职业发展 都是非常致命的劣势 其实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操战的标签 那我们俩常常交流职业价值 他就给我说了很多 以他的行业以及经验视角 如何看待这个职业价值问题 那这些都对我的职业规划 是深有启发 并且影响我的工作选择的 对我也是深有影响的 那铺垫了这么多 咱闲聊嘛 是吧 多说几句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 从他的视角里 他理解的职业规划思维 他是一个美术科班出身 因为美术是有科班的 人家是一般演的 学下来的吧 高中的时候 他的美术功底是很在线的 那毕业后来经第一份工作 误打误撞的就进了一个薪水不高 但是 对设计师的基本功和素养的培养 很到位的一个中型第二梯队企业 他们那一批出来的很多设计 目前都活跃在大厂的第一堆梯队里 从那以后他几乎也都在大厂工作 他的观点是一定要追大厂 那这是他很爱和我强调的一个观点 互联网行业就是赢者全拿 大厂工作享受一切优质资源 薪资福利自然就不用说了 主要是大厂提供的职业资源 那有心者现在一定好好听了 咱上重点了 最好的项目 最正规的流程 最有能力和拼搏精神的领导和同事 以这一切下 你所能接触到的顶级思维和认知 我们总说认知是很缥缈的 但实际上认知决定非常多的东西 但我知道很多麦克的也说 你要提高认知 其实他说这个话本身并没错 只不过就是 大家讲的东西到底提没提高你的认知 对你是否有益 或者你真面对这种学到 那在大厂能学的东西太多了 并且只要你有能力愿意努力 你做的东西就一定会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得到价值上的认可 这会让你很有拼搏做东西的动能 动能了 你看咱这个用词 一到互联网了 咱就得用互联网的用词 而在小企业呢 没有那么多顶级要求和需求 得过且过 就会慢慢的消耗你 直到你不再有活力和能力 你会越来越觉得做东西没有激情 你会掉队 一旦掉队 你就很难再跟上来 因为即使你可以让你身边的大厂朋友们给你说道说道讲一讲最前沿的设计流程等等这些东西产品 但是和你真正的参与实时的积累 真正的实操积累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又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有的时候你身边的那些高人们 同样一件事物上 他理解的东西和你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 我不催不雷的说 你们理解的欠慕是和我理解的绝对不是一回事 吃完就跟看病一样 医生和病人 同样一个症状 在医生眼里 他的背后代表的东西和你在你背后代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同学来找我咨询的时候 那他认为的做项目是这么理解 但实际上呢 跟我理的可能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肯定有对有错 那你琢磨我干14年 你一年没干过 你说咱俩谁对的可能性大 这个就是个认知的问题 那咱话题扯远了 咱继续拉回来接着说 反正闲聊嘛 那他还跟我说 就是不但不能掉队 你还要爱惜羽毛 如果你在第一梯队 轻易就不要降到第二梯队 这对职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有很多同学在职业规划中会沉不住气 在离职啊 裁员啊 有一些长时间找不着工作啊 等职业变故的时候 会为了暂时的个人原因 放弃等待 选择中小畅 这是职业规划的大忌 互联网行业 有他自己的人才观和偏见 当然千万市高端局也是一样的 从企业端层层的履历审核 到从业者彼此的身份认同 履历的出处被所有环节看中 如果你胡乱选择 将会失去竞争力 那这一点啊 在履历上是有体现的 大厂的被调 大家如果啊 有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说实话啊 就是我媳妇每次被调的时候 我都觉得被深深的冒犯了 嗯 就是那刨根问底的调你 那这种东西呢 就像富二代们的聚会 很看重你爹是谁 你爹的爹是谁 你的家产是什么 有多少 很势力 很残酷 但是呢 这个就是普遍达成的共识 它绝对不是说 从企业端对底层达成的共识 它是连底层 大家互相都认可的一个共识 知道吗 是集体潜意识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企业也好 一个行业 它都是由人组成的 由人组成的一个行业 不可能一小丑人就 把节奏带起来 能带节奏的 一定是大家对这个节奏认可 知道吗 那还有就是 要保持一个与年龄 完全不相符的青春心态思维 很多大厂面向的消费者 都是年轻人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 他们爱花钱 敢花钱 那这也是大厂在选择人才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喜欢 要有想法的年轻人 哪怕这个年轻人技术比较粗糙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人太多了 优秀的人才也太多了 海归高学历一抓一大把 二十多岁智商在线的 吃过见过的人 特别多 所以你要想在大厂的第一提队里有一席之地 一面你要扩大你的技术和经验上的领先优势 一面你要尽量保持年轻心态和活力 我也是深有体会的 说实话如果我是老板 我都愿意找年轻人 就是不一样 以上说的这些内容 真能做到是真挺难的 反正我是觉得非常难 所以呢 能把这些东西执行下去 在职场中长期执行 并且执行的好 就是这一切的保障 我们说有想法但是也得能落地 所以大家看过往往在大厂卷的同学啊 几乎都是人踪龙凤 马踪赤兔 精英公的精英 也是拼命散郎 也都把所有的青春去献给自己的职业 那我媳妇有个同事呢 就平时节压的时候爱买手办 买上百万的手办 在我心里啊 手办就是小塑料银 就是我小的时候 绝对不会花钱买的东西 我宁可冲小朋友们 我自己买的吃都好啊 是吧 那有老朋友知道 我个人是比较反感互联网行业的 但是不得不说 那些互联网大厂的精英 确实在拼命的绽放中可歌可泣 我们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行业和职业规划的认知 并为此一直付出努力 人家成了 人家不管怎么说 咱就得听啊 其实仔细走路走路是有道理的 我们说回歉务市 我认为歉务市高端局的职业规划逻辑 和互联网是一样的 我在职业早期啊 其实对职业规划是很肤浅的 没有太多认识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高手 尤其对歉务市工程师 不同年限的资格能力定位 是不准的 早期的时候我是不清楚 什么是初级中级高级自身 都不懂 以至于我第一次跳槽换工作的时候 完全没有逻辑和规划 那时候有企业给我年薪二十 我觉得高度不得了 当然了这是一五年 它确实也挺高 但是实际上我可以要更高 我在职业的选择上也可以更好 为职业规划步步为营的布局 所以我第一次跳槽跳得并不好 很快就离职了 那我离职就创业了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 重视和总结身边的一些朋友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高人 总结一些他们的东西 也包括我媳妇说的 逐渐的在实践中去验证 发现大家说的很有道理 那逐渐的呢 我对倩务市这个职业和自己的职业价值 也有了更深层的认知 我做业余指导在三四年 陆陆续续的有些学历比较高的 985术顶级211术来找我指导的时候 如果确实履历项目经验都很优秀 我都愿意和他们聊聊 职业规划想法观的内容 可以这样讲 逻辑清晰精准的规划定位 和逻辑混乱的 能插出一套 甚至两三套帝都的大三局 从长远发展看 咱这里呢 以房子为单位 比较有画面感 大家就知道能插多少 有同学刚毕业是起点比较高的 但是起点就是终点的 也大有人在 甚至起点最高 越会越差的也有 最近这几天呢 碰到几个这样的同学 正好赶上呢 又跟媳妇聊这个话题 所以我是非常有感的 出了这么一期 希望给那些985的同学 因为说实话 就是我做了这个指导之后呢 多少呢 就是有点好为人师 希望能留下一些东西 让那些优秀的人才们 能够更早的清晰的 规划自己的未来 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好 我觉得这期内容呢 还是比较轻松 但是又有干货 那这期咱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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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